近来综合台近期节目录制邀请到了孙邪志、徐凯西、玛丽欧、叶欣美以及海产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共同分享他们在娱乐圈中的大哥大姐身旁生活的酸甜苦辣,叶欣美。 这位和胡瓜搭档主持多年并被观众誉为胡瓜的得意门声的女主播,透露说道,尽管胡瓜平时并不常接受各种活动的邀约,但凡接到,她便会向公关公司明确表示她会亲自寻找主持副手,然后从她的子弟兵中挑选合适的人选。 叶欣美、阿祥、Perry、谢欣、赖慧如以及林百余等人都曾经有幸得到胡瓜的青睐,与她一同合作主持节目,而且这些费用全由胡瓜慷慨解囊支付。 叶欣美回忆道,有一次新加坡国际酒店邀请胡瓜参加一场游戏秀,原本他们认为节目中那些既有趣又搞笑的游戏非常容易,然而当胡瓜与他们开会讨论时, 却发现对方对游戏内容的理解存在一些困难,担心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了确保节目的质量,胡瓜不仅召集了她的子弟兵们一同主持,还带上了节目制作人和执行制作等共十位工作人员,所有的费用均由胡瓜承担。 由此可见,胡瓜不仅仅关注每一场活动的表演效果,更是毫不吝啬地提携后辈。 叶欣美对胡瓜的好体力感到惊讶不已,然而,叶欣美对胡瓜的好体力却有些不满。 他表示,胡瓜不仅要参与棚内节目,还要负责外景拍摄,如今更是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 热衷于运动的他甚至聘请了Terry作为他的私人健身教练,并且经常组织子弟兵们一起上课。 起初,叶欣美抱着免费上课的心态前往,想着只需去一个小时即可。 谁知Terry每次上课时间长达两至三个小时,最终他已疲惫不堪,而胡瓜却依然充满活力,全程参与其中。 还有一次,叶欣美和胡瓜一同录制一支类节目,当时他已经累得对自己大声呼喊,坚持完成最后一集就好。 然而当他看到胡瓜竟然在群组里询问Terry是否有时间上课时,心中不禁感叹,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实在好奇,胡瓜每天从早到晚忙碌于录制节目,工作结束后还有精力去运动,究竟是从哪里获得如此充沛的体力呢? 热烈关注的台湾娱乐焦点人物,深受观众欢迎的知名主持人胡瓜先生,原名为胡自雄。 现年64岁,其地位堪比与吴宗宪并列的宗义天王称号,然而近日关于他的婚变传闻层出不穷,犹如献哥一样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胡瓜与发妻丁柔安的恩爱情感似乎起了微妙的变化。 据说他们正打算花4000万台币的巨额宣告这段婚姻走到尽头,折合人民币高达惊人的889万元。 如此戏剧性的情节让人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我们发现,夫妻俩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丁柔安更是不再担任胡瓜的经纪人角色。 两人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面对媒体的质疑,胡瓜在一次上午的采访中坚决否认了这样的指责。 你们每天都能看到我和柔安在一起散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却报道说我即将离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宋宇宙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来参加我的节目录制了,你们却编造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难道真的觉得有趣吗? 而丁柔安太太则以冷漠的态度回应道,没有哦,谢谢,与胡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回顾2014年,当时64岁的胡瓜与比他小11岁的歌手丁柔安喜结联礼,这是胡瓜的第二段婚姻。 在此之前,他与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胡适安和胡迎贞,一名小贞。 小贞的婚变与前夫李靖良曾引发热议,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胡瓜的绯闻可谓是源源不断。 他在与现任太太交往期间,竟然还未与前妻正式离婚。 直到2014年,两人才正式登记结婚,而他们并未育有子女。 丁柔安长期担任他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指导。 胡瓜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身上背负了许多争议。 他曾被指控犯下强奸、诈骗等重罪,甚至在2007年还和丁柔安同时卷入毒品案件。 两人均被检测出阳性,被强制戒毒50天,由此可见。 太太与胡瓜共同经历了无数风雨,并赢得了胡瓜的信任。 此次婚变的原因似乎涉及到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纷争。 台湾媒体曝光,胡瓜曾陷入与年轻44岁的乐天女孩熊泥的绯闻风波。 对此,胡瓜坚决否认,并透露女方早已与某位富二代开始交往。 随后,熊泥便消失在公众视野,再也没有出现在由胡瓜主持的《综艺大集合》中。 公司给出的解释是熊泥因旧伤,伪追猎,再次发作而无法出席。 最近又传出胡瓜与33岁女星宋宇宙关系暧昧,据说胡瓜对她关怀备致,工作结束后两人还会秘密约会,甚至女方独自前往胡瓜的工作室。 宋宇宙在30日上午做出了回应,否认与男星的绯闻,但对于与胡瓜的关系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这一点实在令人费解,接连不断的绯闻让胡扫心灰意冷,导致她与胡瓜产生矛盾,甚至想要寻求佛门庇佑,而胡瓜则威胁要支付4000万台币来结束这段婚姻。 尽管胡瓜夫妇双双否认,但丁柔安已将部分工作交给助理,尽管她依然保留着经纪人的头衔,哇塞,胡瓜与丁柔安居然传出要离婚的惊人消息。 近段时间,有台湾媒体曝光,有目击者声称综艺界的天王级主持人胡瓜总与身边年轻女性传出暧昧不清的关系。 妻子丁柔安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情况,两人曾经激烈争吵,甚至扬言要花费高达四五千万元人民币离婚,对于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胡瓜愤怒地做出了回应,她坚决否认,你们整天都能拍到我和丁柔安一起散步,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然后却写我要离婚,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宋宇宙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参加过我的节目录制了,你们却还在写这些无稽之谈,难道不可笑吗? 那么,问题来了,胡瓜和丁柔安结婚多年,感情一向稳定,为何这次却频繁传出婚姻触交的消息呢? 原来,自去年以来,胡瓜与相差44岁的乐天女孩熊妮之间的互动就备受瞩目,有人拍到她亲自前往棒球场,为熊妮加油助威。 在节目中,更是多次将熊妮置于C位,互动镜头多不胜数。 甚至胡瓜还亲自现身熊妮的新家,面对绯闻两人毫不理会外界的质疑,依然携手亮相金钟奖红毯。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胡瓜的妻子丁柔安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连金钟奖也未出席。 去年12月份,他宣布不再担任胡瓜的经纪人,针对此事,丁柔安解释道,这只是外界的误解而已。 胡瓜也曾公开表示,他怎么可能完全不管我,我们私下除了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 我生活中的大小事物也都由他操持。 尽管如此,外界仍热议他们的三角恋情,有人指责丁柔安依听到熊妮的名字就情绪失控,无法平静地交谈。 然而不久后,熊妮方面突然透露自己正与男友甜蜜恋爱中,他的男友还表示对瓜哥深感抱歉。 胡瓜也坦承熊妮是个艺术家性格,很少主动分享自己的感情进展。 然而随着熊妮男友身份的揭晓,他在胡瓜的节目中逐渐淡出。 有媒体报道称,尽管丁柔安偶尔还会与胡瓜同框出现,两人一起外出用餐,但私下里却常常因为熊妮的事情发生争执,甚至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近日发布的消息让人不得不感叹,丁柔安与胡瓜这对情侣终于熬过了2014年那漫长的岁月步入婚姻殿堂。 早在上个世纪21世纪初的2000年,他们俩就传出了令人瞠目的绯闻。 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年胡瓜竟与袁佩秀秀正式签名宣布离婚,面对社会各界对此事件的广泛争议。 胡瓜对此事给出了坚定的回答,原来早在离婚之前,她跟秀秀已经分居两处,尽管同住一栋楼,但却生活在天壤之别的楼层,而导致这场离婚的主要原因,竟然是秀秀为了照顾家中嗷嗷待补的孩子。 不得不每日早早就请休息,另外,因着胡瓜太太这个身份过于忙碌,以至于身心疲惫不堪,最终选择了和平分手。 更令人惊叹的是,为了不影响到女儿小珍的成长,他们选择在小珍成年之后才签署离婚协议。 然而,丁柔安这位胡瓜的新任妻子,却在胡瓜离婚十多年后才真正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成为了胡瓜的合法妻子,据了解,他们的爱情长跑已经持续了整整22年。 时间来到2021年,小珍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全家人为父亲节拍摄的温馨合照,照片中秀秀难得地出现在镜头之中。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没看到丁柔安真是太痛快了,面对众多网友的热议,小珍只能无奈地回应大家要保持冷静, 并强调父亲节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 而丁柔安对于网友们对他的恶意攻击也做出了罕见的回应。 他表示自己并未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只要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就足够了。 至于为何没有和胡瓜一起庆祝父亲节,他解释到因为自己平时并无过节的习惯。 此外,丁柔安还曾在某次胡瓜彩排跨年晚会的现场现身,透露自己和胡瓜正在努力备孕,希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虽然至今仍未传来喜讯,但相信他们的爱情会一直延续下去。 每每提及这个话题,胡瓜都是满脸通红,情绪激昂。 其实啊,那两位涉事的女孩子现在都已有了新的恋情,与胡瓜应该是毫无纠葛了。 甚至还有媒体指出,正因熊你的那档子事情催化,使得丁柔安和胡瓜竟能坎成相待并深入沟通,对曾进夫妇间感情大有益处。 回顾以往,胡瓜的宝贝女儿小珍已婚多年,可前夫李进良却屡交不改地多次出轨。 这下子瓜哥可头疼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表现出了尊重女儿选择的宽宏气度,并未劝说他们离婚。 由此可见,胡瓜并非那种一言不合就离婚的人。 然而,作为综艺界的大哥大,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那么究竟该如何与女同事们保持适当的合作关系呢? 这可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呀。